这个地方,这个绘图按钮其实有两个,一个是直条图,一个是圆形图 那这两个图怎么来的?其实你可以利用所谓的那个插入什么呢?插入这个图表 当然你配合什么?配合录制聚集 一样可以产生对应的程式 那其实我是从录制聚集之后再去修改里面的程式 变成我要的结果 OK,所以如果我今天,第一个要先,假设我们先圆形图,先不做,先直条图的话 比如说直条图部分 弄起来的话就这样,直条图 那当然如果你不会写这个程式的话,其实可以用录制的 那里面有哪些地方比较重要?后面的话,其实我改了一个地方 就是说,我把这个图,第一个要放哪里 跟他讲说,我要放在那个D3的这个位置 D3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边会可以画出一个什么,他的左边跟他的上面 当成一个基准点 放在这里 那宽多少 宽可能是450 大概450高 450大概是这样的 450个点 大概是这样 不过其实这个至于它的尺寸,可能你慢慢要习惯一下 另外高的话大概300 你可以大概4啦,如果太高太宽 那你可以修改,把数字改成小一点都没关系 那所以呢,这个地方 我们直条图,主要 第一个 是会是 用那个什么呢 用一个叫add chart to 或者其实用add chart也可以的 只是说 这个地方方法好几个 那比较常用的是用add chart to 的这个方法 那至于细节部分的话,也请你们可以牵动一下 这个程式,我又把它放在 这个云端白板上面 就是在 你们可以看一下云端的第15页的地方 这边有个绘图 其实就是这个sub 到这个end sub 这个地方是 上面这一段呢 就是直条图 下面的话就圆形图 那细节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 期末的部分的话 就是把那个 这个 爬虫 那爬虫 刚刚好同意有事 理论应该没问题吧 主要是改那个网址 你网址不要贴错 应该理论上就OK的 应该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呢 将来你就不需要 图垮链 反正资料就倒到哪里呢 倒到Excel里面 就不需要说你下载完之后 还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还要再做后续处理 那前面做过的你要重来一遍 那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那因为现在呢 资料的交换其实非常普遍 不管是你跟公家机关也好 或者是跟私人企业 你的跟你的上游下游产业 互相交换资料 其实 很常就是说我现在放个档案 在那边 你自己把它抓过来吧 反正我更新那个档你自己去抓就好了 这样你方便我也方便吗 OK 可是问题 假如说你每次都要重新再来过 重新抓重新再 做一些动作 那其实还蛮浪费时间 所以最好是什么 你那个 你那个档案固定在那边 那我就去抓就可以了 只是说呢 后续 我们可能还是希望 资料抓下来之后 做一些统计分析 那最简单的 比如说当然你可以用枢纽分析表 这个是前面做过的 那我们就不重做了 那当然如果你将来要增加那个 所谓的枢纽分析表的去 就是那个程式的话 那你可以录制去期 看一下里面的程式 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 那当然这个因为难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也许就是 先 讲有关绘制图表的部分 那绘制图表主要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按下按钮 可以先绘制什么 绘制这个 直条图 待会再绘制 圆形图 那直条图怎么来的 基本上就是插入这个 我刚刚讲过这个直条图 有没有 那等于是说呢 我在产生这个图表的同时 我把句集给录下来 那录下来之后再去分析 原来他录下来的东西 基本上大概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部分 哪些部分是比较重要 我大概跟各位分析一下 讲一下 那当然你将来 你也可以拿这个当范本 因为绘制图表的步骤都差不多 首先的话一定要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类似一个画布 那个画布里面的话你告诉他说 我这个画布里面 要放的是直条图 而且我要放在什么位置上面 那你必须给他正确的参数 然后呢 再给他资料范围 并且告诉他说 你要不要什么 上面要标题 或者说有没有图例等等的 或者是说 这个字的颜色字的大小 怎么去设定 你给他一些参数 那他就会自动帮我绘制出来了 那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大概把那个程式先弄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 直条图程式 你会发现他这个地方有个比较重要的 第1个 他这一行是什么意思呢 Active Shoot ActiveShoot指的是什么 Active 目前 顾名思义 目前 在使用当中的 这个Shoot指的是什么 就工作表 指的就这个 这个工作表 所以ActiveShoot就是 就是 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意思是说在这里 帮我 绘制一个Sharp 一个什么 一个 有点像一个图块 那个 一个 他这个怎么翻译 Sharp 一个类似 一个 放一个图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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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物件 放图的一个Sharp 物件 然后呢 里面后面就加一个方法 叫 ActiveShoot 增加一个图 就把那个图怎么样呢 放到这个Sharp 物件 所以基本上 他这个有点叙述 一件事 一个 连续动作 请你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帮我画一个 Sharp 有没有 这个画一个Sharp 然后呢 这个Sharp要放哪里呢 就跟他讲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后面有几个参数 前面这两个参数 就是所谓的直条图 OK 直条图的样式 这个至于为什么 这个名称 反正它是内建的 你就照着它的方式来做 那再来的话 后面还有两个 这个是 这两个参数 是直条图 那这两个参数 有没有 就是 Range D D3 的Let 指的是什么呢 将来这个图 要放哪里 那基本上你只要告诉他 那个有一个坐标 我要放哪里 只要到他左上角的那个点就可以了 那个点在哪里 你请你帮我放在那个 D3 D3在哪 D3在这个 D3这个储存格 的Labs 就在这里 所以他等于 你划一条线 你划一条线 第2个参数的话呢 就是D3的 Tub Tub就上面 所以你会发现 Labs跟Tub 就一个坐标了 意思就是说 你就帮我把图 放在 这个 当乘差的起点 OK 左上角就放这里就对了 好 所以 这两个参数 是直条图 这两个参数 是 起点位置 再来这两个参数是什么 这两个参数说 宽多宽 宽的话 450 然后高的话呢 就300 OK 好 那你会发现 我先弄一下 给各位看 我们一边弄 一边解说 OK 那后面加一个方法 叫点slate 意思说 帮我产生之后 游标继续放在上面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自动帮我绘制出 这个图出来了 好 第一个 他是什么 直条图 所以这边不是有直条图 所以他就给你直条图 当然这两个参数 将来 诶 OK 切一下 这六个参数 是可以变更的 也就是说你将来如果要换成别的图形的话 只要变更这两个参数就可以 那你讲说老师 我不知道 知道 其他图形的参数名称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 在那个什么 录制聚齐的时候 然后呢 录制聚齐之后 再 插入你要的图 你就可以知道 他会录制聚齐的时候 就会自动帮你写出那个对应的程式 写的程式里面 一定就 add 后面就告诉你说那个图 那个什么 他的样式 那你就把那个样式的 程式 拿来这边就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大致上这样 然后坐标 这边可以更改 那主要当然 我是跟他讲说在哪个储存格的左上角 OK 这D3 然后宽跟高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再来做一些相关的其他设定 包含哪些设定呢 跟他讲一下就是说 你的那个 资料 范围在哪里 比如说我要画这个图 至少要跟他讲说 请你根据什么 根据A4 到B15这个范围 帮我把这个资料呢 绘制成一个图表 所以呢 这个叫 Sets 这个Source data 也就是说你的资料来源在哪里 那跟他讲一下 在这个范围 OK 所以他 这个范围的资料就倒进来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title title的话就是上面的标题 那所以底下的这几行 这四行其实就在设定 这个 上面的 标题名称 所以 第一个啦 当然 他这个 标题名称是不是要有 所以 他其实本来就有了 可是如果本来没有的话 那你还是把它打开了 所以第一行是 has title 等于true 就是把它打开 再来的话呢 把上面这个名称改成叫 各区切道分析 有没有 名称就过来了 再来如果你的字要放大的话呢 那里面可以用 它里面有个属性叫做 这个chart title的 phone size 字的大小 16 OK 预设好像12还是多少 把它放大一点 再来的话呢 字的颜色 如果希望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红色的话 那就是 phone color 那后面的话就是 RGB 255 就是红色 R的数字最大 然后 G跟B 就是绿跟蓝 为0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红色字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绘制 直条图的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 绘制直条图 还蛮简单的 总共的话呢 其实就是 最主要的 这一行 其实就第1行 就是设定什么 设定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图块 然后上面跟他讲说 他的样式是什么 直条图 然后他的什么 他的那个 位置 坐标 大小 给他 另外就是 Source data 这个一定要给 至于其他这个没给 理论上 他还是可以跑得出来 就是说上面那个 没有标题名称 所以后面其实我们花了 四行程式 都是在做那个 标题的动作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 除了绘制一个图 我觉得不够 我除了说可以让他 这个数量呈现出来的话 也不过还有个地方 不知道你们发现 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 图例 假设你要图例要关掉怎么办 其实也可以在 再写个程式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这个叫 Lection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关掉的话 其实你可以这样 类似的概念 他其实开头叫 Hass Hass的话是不是有没有 Hass里面的话 有没有 有个Lection 有没有Lection就是图例嘛 那你等于什么 关掉的话 等号后面他会是 2跟4 有点像开关 你把它Force掉 将来程式跑出来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有图例 如果再重跑一次 有没有图例就关掉了 可以透过程式去开跟关 你要的图形样式 所以其实里面还蛮多设定 那当然如果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你可以在这边点一下 其实他这边打一个Hass 他理论上就会有相关的 属性跟方法可以让你做设定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 自行再 试试看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叫在什么 在这个右边的部分 画一个直条图 不是直条图 画一个圆形图的话 那圆形图的位置 也许就放在哪里了 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什么 M3 OK 那当然如果你不会也没关系 你用录制聚集 圆形图你不知道的话 我刚讲过 如果 假设你要换成圆形图 那怎么改 当然你不会的话 你可以这样 插入圆形图 这边就有了 有没有圆形 那你在插入圆形图的时候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这个假都不改 假设是聚集1好了 按确定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插入 圆形图 有没有 好 就这样 圆形图 我先做到这里就好了 你可以把它停止 其实我只是想要知道说 那个参数要怎么下 那再来你可以从聚集里面找到 刚刚录制的聚集1 按下编辑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其实 它的参数就出现了 有没有 就是什么 251 然后 豆点 x 派 这个 就是一个派图 你可以把它变更一下 其实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设 你要画圆形图 甚至你可以 怎么样 不过它这个是另外帮你起一个module 它好像如果录制聚集的话 它会另外再增加一个module 就放在module 我这边已经到module4 OK 那你当然可以记得这个 你如果不记得的话 你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再来的话 移到刚刚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刚刚我们的 这个地方 如果它产生圆形图的话 那你就什么 把上面的图 把它怎么样 把它 假设了 就是 这个地方 本来是 直条图的部分 有没有 把它贴上 改成 圆 这个圆形图 然后座标位置的话呢 就是放在哪里 放在那个 M1 的lapse 跟M1的top 那宽跟高h 我只要300就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要汇制这个的话 它执行一下这个 理论上 执行到这里 OK 那你会发现 这一行 它 这个背后多一个 这个 刚刚多化的 如果执行这一行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汇制出来 一个圆形图出来 不过目前是空的 为什么是空的 因为你还要再需要给它什么 给它 这个 它的 它的什么 它的那个 所谓的sourced data 把资料给它 然后相关的资料再给它 它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资料 待会我们再来看 圆形图部分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